公屋輪候細一 本世紀第一 上樓時間越等越長 防委會週四公布 截至3月底 超過245,000人輪候公屋 一般公屋申請及非漲者一人申請 較去年12月底減少3,300宗 申請雖然減少 但平均輪候時間繼續上升 一般申請者要等6.1年才能上樓 單身漲者要等4.1年 兩者都增加了0.1年 同樣創下23年離身高 至於非漲者一人申請就有約97,000宗 較去年底多約1,200宗 在今年第一季成功上樓的一般申請約6,000宗 非漲者一人及單身漲者加上不足1,000宗 防委會解釋 由於多個大型公共屋村在第一季陸續入伙 包括粉嶺皇后山村 以及深水埗海達村、百田村等 當中有不少申請者是輪候多時 他們的輪候時間反映在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中 民主黨房屋政策發言人莫建成批評 本屆政府上任時平均輪候時間是4.6年 現在已達到6.1年 政府未能解決基層市民住屋需要 情況令人失望 他擔心未來新屋村落成數量放緩 輪候時間會再延長 而一人單位數量有限 單身人士或要輪候10至15年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 今年將會有更多公共屋村落成 例如屯門的青田村和和田村 可提供超過9,000個單位 撫候多年的市民終於可以上樓 但有機會推高下一季的公屋輪候時間 若要有明顯改善 就要等到2027年長遠房屋策略的後5年 房屋供應量好轉 輪候時間才有機會下跌 東網記者李成德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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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